今天阳光特别的好 现在是零下的十几度 我穿着很厚的衣服出来也不会觉得很冷 这些凳子上面的都是水 那都是灌满了水 下面是一个很大的一片空地 我们一起往前去看看 我往前走到这个河边 我刚刚走过来 我以为下面是一大片空地 原来这是一条河 然后冬天结了冰 这边也是河 河结了冰之后呢 上面有一些水草啊芦苇之类的 然后还能冒出来看一下 这是一座墙 前面好像有一只马 在河边上有一只马在 翻雪地里面的桥池 这里的景色还是挺不错的 我在一座网红桥上 桥下面的河水已经变成冰了 然后雪覆盖在上面 我们往前走走看 来这里拍照打卡的人还挺多的 现在是零下的12度 我穿着冲锋衣和军大衣 然后走了一段路之后呢 还有点微微的出汗 下面是一座小冰屋 是前人留下的 现在已经废弃了 好像也没人住在那儿了 这里是一条桥 我们往前走走看 这两边都是一些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树 因为已经变成冰了 我们往前走走看 看看有什么好玩的 这是香柱场 可能看的不太清晰 因为阳光现在是在这一边 这一座香柱桥呢 它是两边 我这边左边是有四根铁锁拉起来的 另外一边也是有四根 然后就把这个桥给拉起来了 你看它是扎到地面上的 这边 然后这里还有那个锁后锁的 这里的雪都可以堆成小山了 下面的雪非常非常的深 这里的树木都是凸凸的 但是现在气弯慢慢慢慢的回暖了 然后到春天这树又发芽了 这是什么呀 这里挂了一顶帽子 不知道是谁 可能是今天天气热了 我们来这里 肉弯的人挂在树上呢 我们往前走走看 这一条栈道呢 是通往山上的之间 是通往山上的之间 到山那一边 这一边是比较笔直 两边呢 都有很多树木 这一边 这一边 看得到对面的山上 在一面呢 还是有点积雪的 而在山上的山上 现在我看到湖面上有一些冰块 好放大 我们一起到这个冰块里面看看 我们从这个缺口这里 这里前沿已经走出了一条道了 我们走下去 看看 冰屋呢就在我的前方 我们一起走过去看看这个小冰屋 这路上是很多脚印也有车印 说明这边还挺多人过来看的 这是很多很多很大的冰块 它并没有堆成一个冰屋 你看都是冰块 大家看一下巨大的冰块 在阳光的照耀下 这些冰块特别的漂亮 这里的雪很深 我的小伙伴在前方等我 这是一个我们两个脚印才出来的一个爱心 感觉挺漂亮的 前方有一个不动泉 我跟着我的小伙伴 一起去前方看看 这里的雪 确实非常非常的深 阳光照耀 在这个水面上 闪闪发亮 特别好看 现在呢我已经走到了这前面的这一片不动尘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呢 就这么一点的地方是没有被冻住的 剩下都是一片白雪茫茫 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喷涌出来的一个热水 我拉低看啊 那个水上面是有雾气的 说明这个水还是有点温度的 我来摸一下给大家看 摸一下 哇好冰啊 这个水虽然没有冻住 但是是非常的冰凉的 这里还有一座小水山一样的 前方都是雪 然后雪下面覆盖的都是一个冰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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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应该是一个房子的机 就是它四边都堆满了石头 中间也有一些砖头 应该是没有盖好的房子 然后前方也是一片的白雪茫茫 但是我们马上走到有房屋的地方了 我们的车今天还没有修好 天已经黑了 我们决定步行去吃饭 我们找到了一家店 距离我们住的地方有1.6公里 好 我们大家一起步行 现在是零下的15度左右 还好 这里好多柴火 我们在舔锅炖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舔锅炖 特别的香 而且这是烧柴火的一个大锅 上面真的是花卷 对 上面真的是花卷 好了 花卷蒸熟了 很好看 有个花卷 我们已经干完了 然后锅底剩下的已经打包好 然后锅底剩下的已经打包好 这是我们明天的早饭 然后这个还有花卷 这是我们打包回去做的地方的菜 现在还是软软的 就是里面有汤汁 这个花卷也是软的 我们走回去住的地方呢 大概半个小时 好 我们回去的时候再看看 我们在回来的路上 我看到了这么一行字 我们如此热爱跟河 我今年呢是第一次到根河 现在是零下的20度左右 这里真的太冷了 对面好多好多好多狗 今天他们在开会 嗯 今天可能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 然后可能有一条狗 把所有的狗都 召集出来了 你当心他拎的这个袋子 不会闻到了 走走走走 奔向我啊 来 过来 哎 狗牙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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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们好 你看这里有东西 floats ernst rally